6号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北部发生瑞士规模7.7的大地震 数千座建筑倒塌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大面积倒塌的建筑 根据土耳其电视台的报道 目前这场地震已经造成超过4300人死亡 但还有许多民众仍被困在瓦砾堆当中 据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45个国家提议提供援助 台湾也派出搜救队前往当地 土耳其媒体报道目前有超过1万只搜救队正在进行搜救 不过土耳其目前正值冬天 入院后气温更降到零度以下 加大了搜救难度 此外有消息传出 在卡赫拉曼玛拉说是 有30到40名消防员在体育馆进行搜救时 建筑物忽然倒塌 消防员受困在瓦砾堆下 新唐人亚太电视红月亭张其林综合报道